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2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一 好了 首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因為你要看這一節的時候 逼於無奈 要面對著 一件藍絲 這一件藍絲就叫做陳詠欣 這個 就是工聯會小花了 這個 成功在最近那屆藝立法會選舉裏面成功當選 繼續利用 他這個藍絲網台KOL的身份 繼續 為他撈取到大量的選票 好了 他這次 平時其實也說了很多東西 今次被我看見 說起這個英國 英國 英女王 確診武漢肺炎 好了 藍絲乘機在這個時候大做文章 大談這個 英國 抗疫失敗 接著又與病毒共存雲雲 總之他們一大堆理由 每一樣東西就說英國是失敗者 好了好了 最成功是你們了 你們現在 的防疫 有甚麼成果呢 陳永恩 你作為立法會議員 是偽立法會 有正經事不做 日日 就顧著抽英國水 英國 關你甚麼事呢 你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 偽立法會的立法會議員而已 那些是外國政治 關你甚麼事 我們這一節繼續揭開藍絲 在這段時間 那種偽善 一直在說香港的抗疫情況 說到 非常關心老人家 但其實他們 甚麼都沒有做過 這一節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 繼續運用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正在廣播 現在我們的訂閱人數到98,000 還有2000 是時候宣布參選立法會 如果按照這個 標準呢 其實大量的藍絲KOL都可以參選 包括這節說的陳詠欣 其實他都可以宣布參選 不如你又出來選吧 反正你也是藍絲KOL 請大家繼續支持本台 真是旺媒是越來越少的各位 真的請大家努力支持 請大家 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幫我們用無限碌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繼續幫我們手動點擊 其他朋友 如果你經濟能力許可 請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 先說說發生甚麼事 簡單來說 英女王中了武漢肺炎 但是 症狀輕微 可以繼續進行公務 消息就是 星期日 昨天白金漢宮確認 現年95歲的英女王伊麗三百二世 檢查 發現確診了武漢肺炎病毒 對於這個病毒呈陽性反應 白金漢宮說英女王的症狀輕微 說他可以繼續進行這個禮拜 需要繼續的工作 好了 原因 很簡單 為甚麼會中招呢 主要是跟他密切接觸的人有關 跟他密切接觸的 就是查理斯王子 還有他的夫人 卡米拉 在這兩個星期 也是中招確診 他們當然跟女王有見面 所以 伊麗三百二世 英女王就中招 根據白金漢宮所說 英女王 其實已經接種了疫苗 甚至乎 打了第一針 打完第二針 甚至乎連第三針 加強劑 都一樣打了 同樣地 73歲的王柱查理斯 也是這樣的情況 他中招的時間 就是2月10日 查理斯更厲害 查理斯打針 第一針 第二針 第三針 打完 還要中過一次武漢肺炎 有天然抗體 還要再中 真是梅開二道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 沒有止氣法 會不會 藍絲有甚麼說呢 藍絲 整節 陳詠欣 整節說英國跟病毒共存 所以 怎會不中招禍 真的要問一問你 你們跟病毒也不共存 現在香港 甚麼環境呢 公公婆婆 在公立醫院門口 排隊了 公聯會 立法會議員 陳詠欣 你去哪了 你有沒有去 關心公公婆婆呀 想著拍YouTube 開口埋口 就說那些小黃人搞到香港這樣的疫情 我再說一次 共匪五毛藍絲 就是將那個疫情 不斷 推卸責任 說有市民做這件事 有市民做那件事 有市民違反犯罪令 有市民違反限罪令 有市民不戴口罩 真正武漢肺炎的元兇 隻字不提 武漢肺炎叫武漢肺炎嘛 不是新冠病毒呀 武漢肺炎就是來自武漢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英國不斷露屈說英國是躺平的 人家沒有防疫 人家沒有防疫 人家防疫了 也沒辦法了 周圍都是病毒 現在跟你香港就差不多了 你還好意思出來嬉皮笑臉 在怪英國 你自己在做 香港立法會議員 你不是KOL來的 你知道嗎 你有公職在身的 你有甚麼證據 指控英國 因為跟病毒共存 導致英女王確診 你沒有一個 數據 你沒有那個證據 憑你就這樣看新聞 在推測 你不是 就這樣一個網紅去做的 這件事 你自己是有公職在身 記得奉勸大家 千萬不要按他的節目 千萬不要評論他 半個view 也不要評論他 整節 批評這件事 批評那件事 每一件事都說跟黃絲帶有關 彷彿 整個武漢肺炎跟武漢沒有關 整個疫情跟中國大陸沒有關 中國大陸只是下來救他們 救你們 救到這樣的樣子 救到公公婆婆說要冒雨 寒風中 香港 氣溫 比英國還低 香港5度 這裏可能有9度 甚至乎有10度 你說怎麼辦呢 排長龍 做檢測 你們的病毒 現在的情況 跟共存是根本一點分別都沒有 你在強詞 說人家躺平 不防疫 說人家防疫 防疫了很久 防不了 你防疫也防了很久 防了兩年 防了甚麼出來 你現在做了甚麼 人防疫 你又防疫 說人家躺平 你也不躺平 積極防疫 積極防疫 防了甚麼出來呢 好笑的 英女王躺平 英國躺平 想不死也不行 那麼你們的高官呢 很多人都中招 特首辦有人中招 政務司司長的辦公室也有人中招 怎麼會不中呢 因為你們抬爛嘛 你們有做過甚麼 抗疫工作 除了嘴巴抗疫 腦屈市民之外 他們真的有一個特質 大家真的要記住 藍絲 除了政府 以及中國政府 他們隻字不提 半點責任都沒有 整個疫情 他們基本上 任何人都敢賴下去的 最主要就是賴市民 好像他們甚麼都不用做的 英國就賴英國政府了 你看得出他們的 套路 所以就告訴大家 藍絲有一個特定的模式 總之 香港政府千錯萬錯 都沒有錯 錯極 就是你們的市民不用安心出行 不戴口罩 不打疫苗 真是不好意思 這個案子 正正反駁了你的說法 英女王打了三針 查理斯打了三針 還要中完一鑊 已經有了 自然抗體了 再來一次 又中過 這個說法正好 反駁了你的說法 所以他們屈無可屈 屈不了疫苗 屈不了安心出行 屈不了安心出行 就屈口罩 屈不了口罩 就說 總之你也是共存的啦 所以就搞到這樣啦 總之是你錯 千錯萬錯 總之中國政府沒有錯 港共政府沒有錯 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所謂的質素 學人論證 其實你只是出來 說一些完全沒有證據的是非 這樣學人做立法會議員 你說是不是會笑話呢 香港不變第三世界就假了 看到你 就已經知道為什麼了 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繼續努力一點 支持黃色媒體 不要向藍媒屈服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講到這裡